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明天起将在台湾演出两天 今天下午团员们已经抵达了台湾 首席指挥塞门拉图爵士说他非常难忘 2005年在台湾演出时台湾观众的热情 而外人冒雨在户外看转播的画面 更是让每个团员印象深刻 所以他们已经等不及要再度跟台湾观众见面了 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亚洲巡回演出 18、19号就要在台湾登场了 18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的演出 更会透过柏林爱乐书会厅在网路上进行全球同步转播 这也是成立三年的柏林爱乐书会厅 第一次转播柏林以外的演出 之所以选择台湾 是因为2005年柏林乐团来台演出时 上万人冒雨在国家音乐厅外看转播的热情 除了第一场的演出会在网路上直播以外 在台湾的两场演出也会在台北台中新竹花莲同步高画质转播 而首席指挥塞门拉图爵士说 在台湾两场表演的曲目 分别是马勒和布鲁克纳的九号交响曲 因为九一向是作曲家难以突破的篇章 也希望这样的演出可以带给观众 在绝境中如何反思的发想 首席指挥塞门拉图爵士也特别提到 2005年来台演出时 对台湾观众的深刻印象 他说台湾观众贸雨看户外转播的热情 在柏林爱乐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故事 团人们都已经等不及 想要再度为台湾观众演出